真相打文西天才之作特展中 一名國中生撞破了畫家保羅·波爾波拉的作品之後 不但開始有人質疑畫作可能是假的 也引發了國際關注 現在還有意大利媒體指出 毀損的畫作其實並不是保羅·波爾波拉的作品 雖然昨天台灣策展單位出面重申 這幅油畫絕對是真機 不過意大利《公和報》還有《郵報》都指出 小男孩撞壞的話 其實是努迹在1660年的作品 身價大約是3萬歐元 這和台幣大約是100多萬 並不是保羅·波爾波拉身價5000萬台幣的名畫